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遇见不同的老朋友通过重聚和相处探寻友情建立以务实的要义 而乐队的海边有余文文 赵梦 刘恋 张力 郑秀妍以及张天爱 与星星的约定不同的是 乐队的海边更像是音乐板中餐厅 结合了乐队 餐厅经营两个元素 因为录制地在海南 而海南又突然爆发了疫情 导致节目推迟录制 就在大家担心节目录制能否赶上进度时 官方毫无预警宣布9月5号正式开录 并留出了炉头罩 其中姐姐们吃路边摊的画面瞬间引起热议 画面中五位姐姐在路边摊分着一碗面 一张纸巾还要分享着用 不是说通过经营音乐餐厅来赚钱生活吗 怎么落得那么凄凉 隔壁星星组可是有晒气保镖配型 风花雪月 享受生活 这边乐队组吃药节衣缩食 用全部的家当吃一碗面 晕船了还不舍得吐 确定不是在拍变形迹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星星组像城市家庭 美美的富婆们在美丽的西双版纳 吃各种大餐 逛街 购物 吃烧烤 喝奶茶 穿民族特色服饰 舞台开演唱会 乐队像农村家庭 同样是在美丽的海边 接下来的画面让人哭笑不得 五个人吃一碗面 一张紫巾 四层用的 晕船了 面都不舍得吐 加上唐十一作为两个节目的飞行嘉宾 更像从城市到了农村 偷偷的变形迹 都是浪姐三姐姐的团宗 那什么差别这么大 真是想想都笑翻天 明天就可以开始追星星的约定了 相信乐队的海边也不远了 真开心 姐姐们的大理美妙之旅已经启程 在超前聚会的时候 五人组正式亮相 在节目里面感情就很好的小队伍 这次要真正携手共进 五个人站在一起 显然对即将开启的旅程很是期待 氛围感温暖到 黄小雷明明是一公就淘汰了的人 可站在其中 丝毫没有融入不进去的感觉 跟着黄小雷一起活跃气氛的 还有性格爽朗的吴景妍 乘风破浪这档节目算是上队了 剧演电视剧 只为能够努力完成舞台 即使她最终没有成团 可她在画面里所呈现出来的真性情 足够她吸收一波粉丝了 这次眼生松 常驻嘉宾就无畏 对于她的发挥 起到了有效的帮助 作为一个被命运之神眷顾的人 在猜歌环节 连着三次轮盘都转向她 惹得她也是蛮苦笑不得的 而在这之前 她还因为抠门而引起全场热议 出场即懒人小孩 吴景妍展老妖美丽 被蔡周妍吐槽抠门 害羞地往板后躲 未见其人 就闻其声 吴景妍开朗的性格 使得她一出现在画面里 就自带笑点 前一秒还在说 拍照拍的手都黑了 下一秒别人问她 那防晒带足了没有 她不好意思地一笑表示 用姐姐们的 身为团队老妖 吴景妍初开是有点子懒之外 她还因为抠门 被全体姐姐们注意到 当蔡周妍 想把抠门的标签给她的时候 她慌得直把身子后面藏 过了一会才害羞地出来认领 张罚自己搞定 67美甲反复用 王兴林提及便宜 引全场笑声 其实吴景妍的抠门 在比赛时就有体现了 别的姐姐带团队搞造型 而她自己就把自己的装法给包了 67的美甲 一拿出来 还很开心地说 这能用两次 在听到吴景妍兴奋介绍之后 一旁的王兴林把牌子一筛 抱怨表示 自己当初朝她做美甲 结果她给做了个便宜的 此话一出 姐姐们奇奇看向吴景妍 吴景妍又是抱歉一笑 表示自己下次就给做贵了 这一顿操作下来 看似是王兴林美颜色 实际上她才是旧常的人 把吴景妍的抠门 作为一个综艺点展开讲 既贡献的笑料 又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姐妹情谊 毕竟只有真朋友 才敢将这种事情 拿到台面上讲 这个片段一出 吴景妍的抠门被眼宝藏 姐姐呢 本是一种美德 天元 全面 来